今天来看一下新荣记 他们家可能给人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贵 天花板 毕竟这么多米其林新荣在这摆着呢 看看菜单 如果是高档海鲜 那这价格就没边了 但如果是点小炒呢 价格大概一二百元 有些还可以选小份 最值得点的 我觉得是沙蒜烧豆面 我这个就是小份 沙蒜就是海葵 外面皮脆脆的 里面有黄 有一股特殊的鲜味 这道菜的酱汁真的太好吃了 有一种他们家独特的味道 拿了拌饭实在太棒了 你们所有的新荣记的味道 会是一样的 对 我们招牌菜的话都是一样的 这个拿纸包的是炭火 黑肥叉 这道叉烧的味道也非常好 瘦的不柴 肥的不腻 但这八块要一百八十八 这一块就要四十块钱 还点了一道毛豆蒸椒白 这道菜就是加上味道 没有什么特别 还有这个蜜汁小红薯也不错 软糯香甜 最后看看账单 加服务费五百八十三 如果只点一个沙蒜豆面 加两碗米饭 两人的话两百二十六 还有这个餐前水果可以多吃一点 不够的话好像可以续加